到底疫情何时才能降温 现在本土确诊死亡的个案 持续增加到昨天为止 已经有149人了 台大工卫教授陈秀希就说 这两三个星期 随着重症确诊者开始发病 死亡人数还会更多 他也指出像是新北 基隆 台中等县市的RT值 也就是一位确诊者 他会再传给多少人的数值 都还高于1 民众防疫却开始松懈 林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也说 既然台湾现在不封城 又等不到疫苗 现在的解放就是要针对 这些高风险区全力快晒 否则疫情看不到尽头 中午的台北街头 结伴外出采买的民众 似乎比前几天来得多 民众防疫是否已经疲乏 但台湾新冠病毒致死率 已经来到1.64% 只比全世界平均值2.1% 台大工卫教授分析 疫情才刚爆发 在医疗量能还没跟上的初期 这两到三周的死亡率 还会节节高升 如何控制疫情向野火燎原 一是郑重呼吁 唯一解放就是在高风险区 大量快晒抓出隐形感染源 尤其现在部分县市的RT值 也就是一个确诊者会传染给多少人的数值 在新北 基隆 台中都还高于1 传染率依旧很高 民众防疫出现疲态 这一周将是密切关键期 专家呼吁一定要严守戴口罩 避免密切接触 若能把数值降到0.8 疫情才算有收敛趋势 华尔新闻 蔡田园 彭冠林 一台报道